非政府组织沦为美国对外侵略的工具 美国利用这些非政府组织都干了些什么事情呢? 大家好,我是小尉华 最近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又开始行动了 原因路透社报道 俄罗斯方面指责美国的一个非政府组织 阿尔泰项目正在试图破坏中俄之间的管道建设 俄罗斯认为这是不友好组织 将对其加以取敌 俄方这次出手可谓是果断狠辣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非政府组织 试图干涉他国内政早有先例 据俄方宣称 阿尔泰项目打着保护环境的旗号 背地里却干爽干涉俄罗斯内政 危害俄罗斯安全的勾道 阿尔泰项目组织一边在俄罗斯境内募集资金 为所谓的实地研究筹款 以便依次为证据在国际上炒作中俄管道的建设 会危害环境 试图破坏中俄合作 进步在阿尔泰共和国境内挑起所谓的颜色革命 事实上这是美国非政府组织常用的手段 在阿尔泰项目之前俄罗斯就取缔了多个非政府组织 包括著名的绿色和平组织和世界自然基金会 前者在被取缔之前致力于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 同时试图推动带有政治意味的环保活动 后者驻俄罗斯办事处被指控干涉俄罗斯内政 阻碍俄罗斯基础设施的建设 值得一提的是绿色和平组织在国际上以对抗性策略为名 曾被称为全球最邪恶的慈善组织 这个组织在多个国家的办事处都被指控干涉他国的内政 危害国家安全 这组织在我国也是臭名昭著 最著名的就是黄金大米事件和盗窃 并运输我国机密水稻种子事件 与此同时 这个非政府组织的出处还存在疑问 虽然这一组织脱胎于加拿大的某个组织 但目前它的背景和运营资金都存疑 背后很可能是美国在操纵 这些非政府组织在美国的手里打造保护环境的幌子 实际上却干涉干扰他国内政 阻挠他国行动 引发政变和意识形态宣传这些活动 其实一开始这些组织还是好好的干着保护环境 立国立民的事情 在冷战期间 美国就有意利用这些非政府组织进行意识形态渗透 美国政府通过这些非政府组织 在某些特定的国家挑拨社会矛盾 进而掀起颜色革命 著名的阿拉伯之春就有非政府组织的身影 这场席卷了整个中东的颜色革命 给整个中东耐治世界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直接被改变 美国在中东建立起了霸权 除此之外 乌克兰的橙色革命 哥鲁基亚的玫瑰革命 伊朗的绿色革命等等等等 都有着非政府组织的影子 话又说回来 美国是怎样利用非政府组织进行渗透的呢 首先这些非政府组织进入果节时 打的都是援助的气候 带着大量资金对这些果节进行渗透 一开始是邀请各个阶层的精英 为他们宣传对这些精英进行贿赂 洗脑拉拢 接下来通过操纵舆论等方式 丑化执政政府美化亲民派的形象 从而把执政政府理所当然的换成美国的傀儡 如果没有成功 这些组织就会开始煽动民众的情绪 大搞所谓的截头政治 造成社会动乱矛盾尖锐 最后掀起颜色革命 美国政府下场攫取利益 我们要注意的是 当前中国国内这种非政府组织还真的不少 比如台湾地区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和台湾民主基金会 背后都有美国的身影 此外 大陆境内的美国国界民主基金会 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 包括上面提到的绿色和平组织都在对中国进行渗透 不过这些组织大多数都被中国给去敌了 美国想利用非政府组织 在中国搞意识渗透的方法拓展了 好好的一个非政府组织 明明能干些利国利民造福人类的事情 结果却被美国拿来搞意识形态渗透 这种丧心病狂的行为 最后肯定会受到反噬 最喜欢搞意识形态正确的国界 最后也很可能会亡于意识形态之手 也就是搬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是自作自受活该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咱们下次见 见识形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